嘩,這條很厲害 嘩,真的 跟我的手臂差不多一樣長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這條影片就算是半樓在家 就不是跟大家出街 就跟大家去買便宜 今天去買什麼呢? 就是自製這個海鮮大餐 通常我是冬天這段時間 通常會比較密去買海鮮 為什麼呢? 因為冬天溫度低 所以中間的運輸過程 通常溫度低 保鮮程度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冬天在這裏買海鮮 通常質素是比夏天更好 而且今年太忙了 我是完全沒買過海鮮 所以今天就 趁這個時間去買海鮮 而且之前有很多觀眾留言 都叫我 介紹一下哪裏有便宜的東西買 我不知道算不算便宜 但是價錢OK 我通常都是這樣做 而且也不是很多人知道可以這樣做的 好啦,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現在立刻出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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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買了 開箱先說 因為剛才 我也是在拿手機拍 然後人們就背著我 所以我就 沒什麼怎麼拍 所以就 在這裡跟大家說 今天我買些什麼呢 就買了 三文魚和生蠔 就是兩樣東西 因為自己也不是吃得太多 等等 弄板 Waste 弄板 好了,那我剛才是怎樣買呢? 因為這裡的海鮮店是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商場入面的 另一種就是一個魚市場 商場入面的通常買的都不是那麼新鮮 所以我買海鮮通常都不會去商場的店鋪買 那我剛才是怎樣買呢? 因為剛才你可以看到 它自己有那些切完一塊塊的 攤出來的那些 那些買了70多元一kg 那我這個其實是叫它在貨倉裡面 叫它給我撐一條魚出來 然後我就跟它說 因為我自己吃不完一條魚 因為那條魚都很大條 那整條魚都6K 那我自己有什麼可能吃得完呢? 那我就跟它說我只要半條魚 那你就直接跟它說你想做些什麼 譬如我想sashimi吃刺身用的 那你就直接跟它說 那它就會在廚房裡 就是和你起骨子、起皮 那就非常之好 那所以我這個其實是半條魚的 那這麼難開呢? 那所以我這個其實是半條魚的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是非常之大條的 這個是 嘩!這個 這個 很棒 這個 厚 嘩!你看看 多大條 嘩!這個厲害 這個 還有兩大條 這條 所以其實這裡 其實這裡是半條魚 來的 那如果你說整條魚 四條 這樣 我是完全吃不完 那這裡有多重呢? 等我先看看 其實我不知道它收我多少錢 就是 它總共是98元 等我先清一下 嘩!這條 厲害啊!這條 嘩!真的 整條舌這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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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ly 和我的手臂差不多一樣長 嘩!厲害啊!這個 一點 就是這裡差不多1K8 差不多2K 差不多2K 差不多2K三文魚 它收到98元 即是5萬元 即是5萬元的Kilo 好!值得玩啊! 它剛才那些切出來的 那些是70元一Kilo 我這樣 省了20元 這裡 而且這裡真的多很多 好了!這裡 首先呢 哈哈! 先處理了這個三文魚 嘩!這個真的厲害啊! 真是砧板這麼大塊 三文魚 你看!是誇張得 很厲害啊!這個 所以呢 通常呢 我吃三文魚 都是這樣買的 一來最便宜啦 還有二來 譬如 你說 家人 即是一班人 開Tea 買整條魚 整條魚 可以餵飽你整圍桌 真是 好誇張的 這樣呢 我就 吃不到 那麼多了 這條勁呢 這條就 留下 這樣先 你看!這樣 多大 真是 神經病啊! 先切出 就是你這樣 自製這個 魚生放蹄 所以通常呢 這裏呢 有些 怎麼說呢 放蹄呢 我都不喜歡 出去吃放蹄的 因為這裏呢 那些放蹄是比較貴的 就好像平時那些 韓燒 那些BBQ 放蹄 這裏收你成 40元一個 但是 好像我這樣 叫到整個袋 我吃到抱著肚子 我都是30元一個人 那所以呢 通常呢 我這些放蹄呢 我都是 不太貴的 這裏的放蹄 就不同香港那些 那些 香港那些是 真的便宜 和Quality好 和這裏的放蹄呢 是Quality不太好 嘩! 正啊! 你外面吃 哪裏這麼大條啊? 怎麼會給你這麼大塊呢? 嘩! 正啊! 真是 好久沒吃過了 所以通常呢 我這樣 魚生呢 真的 一年 應該都 at least會買到一鍋 這樣吃的 好了 那這裏呢 就這樣 再做多一點點 不夠厚 要吃就吃飽去 我特意不去超市買飯了 不去買壽司米 壽司米 壽司米浪費我的位 啊! 直接這樣吃 吃魚生吃飽去 真的 喂! 不行了 真的忍不住 嗯! 厲害了 超好吃 所以通常呢 我都是這樣買 對 還有這間 的食物市場 就不單止 那間 因為我剛才去 Mai Re 南邊 Mai Re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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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吃不到半條魚的 你就跟他說 I just wanna have half fish 跟著你只要做生魚 那裏 那他就會幫你 批頭 就是起皮 這樣呢 就兩大塊給你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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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我先吃 這裏 這樣 鋪上去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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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碟三文魚 這裏 這裏 人家外面收你多少錢 這裏 起碼收你六、七十元 這裏 這裏 兩條魚 我還有這裏 這裏都是98元 有時間吃 這裏真是夠我吃幾餐 這裏真是超級誇張 我買了這個三文魚之外 我還有買了這個生蠔 那生蠔呢 這個就是 比較shake forward 其實沒有什麼的 它只不過是 放在那裏 那時候呢 你選哪一盆 你又想買 哪一盆 那這個呢 這裏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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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鮮大餐 生蠔呢 我只是來ta澳洲我先吃的 因為我之前 為什麼呢 很小時候呢 在香港是我試過 酒店的那些 午餐飲料之後 食過那些生蠔呢 然後 就 ficar 博蠔的很誇張 所以呢 那時候 就有陰影 所以呢 我从来都不碰生蚝 是直到我过来 Perth 之后 吃过这里之后 觉得哇 真是碰了 这里的生蚝 所以到了这个时刻 我都是只在 Perth 才会吃生蚝 但是我在香港都不吃生蚝 即使我现在回香港 我都不吃生蚝 所以其实我刚才 我买这么多东西 85元 85元即是多少钱 乘6元 900元港元 不可以了 我想这一碟 这一碟现在在香港 一支左右的时候 我记得回香港的时候 一盒一盒那些 小时候 十几片也要98元 现在可以吗?98元应该不行了 哇 这个真是厉害了 这个真是厉害了 超级夸张 这个真是 即是那间西方市场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购买的 还有带子 刚才带子也是3元一粒 其实都可以的 如果大家懂得煮鱼头的话 因为这里的外国人 不懂得煮鱼头的 所以这些鱼头在这里 是变成不值钱货的 就不知5元1kg 所以如果大家懂得煮鱼头 煮汤 或者炖鱼头 如果大家喜欢吃鱼头的话 这里就适合你了 好了 那我先拿一些豉油出来 先拿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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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样 啊 好 开餐 那我先拿一些芥末 一些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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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太大了 这个是 哎呀 看 这些 很棒 嗯 很棒 好了 那我今天这条片 就来到这里了 和大家 告诉大家 看一看 在perth这里 怎样 吃便宜海鲜 自制大餐 那就 看看你想吃什么 真的 嗯 很棒 好了 不和大家说了 我开餐了 好了 那今天这条片 就来到这里了 那么 下次看看 还有什么便宜东西 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的频道 开我的钟仔 那 我先吃 我们下条片再见 是这样 拜拜